你不要忘了 你不要忘了 当初你娘 就是死在李泽公 金翅鸟妖手下 如今你还要去找她 你这样做 对得起你死去的娘亲吗 爹 人分好人和坏人 妖也是这样 杀我娘的金翅鸟妖 不是私缝 她已答应过我 会帮我找出杀人凶手 我不想把所有的仇恨 都归到她身上 我想再信她一次 混账 这门师叔 自古以来 人妖势不两立 虽然你跟她 有过一段感情 但早该抛制脑后 你别忘了 你是战神 战妖除魔是你的使命 你知不知道你剑上 担了多大的责任 是战神就要对妖杀无射命 就算我是战神 我会分辨 也会心痛 如果让我做这个 杀妖的工具 我宁可不做这个战神 你 掌门师叔 爹 您伤势未愈 切不可再冲动啊 玄机 还不赶紧向你爹认错 掌门师叔 被那些金翅鸟所伤 至今尚未痊愈 爹 我 好啊 若今 连我这个当爹的 都管不了你了 你还要去找那只妖的话 从今往后 就不要再叫我爹 爹 倘若你的眼中 还有我这个爹的话 你现在就对天发誓 从今以后 一心一意除魔未到 维护天下苍生 爹 我 难道 爹 你想要亲眼看到你爹 死在你面前不成 爹 玄机 好 我发誓 从今以后 一心一意除魔未到 守护天下苍生 你说 锦皇要跟玉丝缝 一刀两断 再无瓜葛 爹 发誓 我 如今天下各派 都以你马首是战 你还与那只妖纠缠不清 你这样做 辜负了多少人 对你的信任呢 发誓 好 既然我管不了你这个女儿 那我只有 我只有一死一谢天下 爹 掌门师叔 爹 掌门师叔万万不可呀 玄机 你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 你若再这样下去 不仅掌门师叔 就连师父也不会再认你这个弟子了 我相信司凤不会再骗我了 但我也不想惦惦生气 一会儿我发的事 老天爷你可千万别当真 就当什么都没听见 我楚宣揭发誓 从今以后 和大家一起斩妖出没 雨思凤一刀两斗 若是违背誓言 就 就 就遭天打雷匹 再次六事全无 不行 你要发毒誓 发众誓 你要以你亲爹发誓 倘若你有违此事的话 就让你亲爹 死无权誓 横死街头 爹 发誓 你一定要这么逼我吗 否则你就不要再认我这个爹 掌门师叔 我楚宣揭发誓 从此一心斩妖出没 鱼鱼四封 一刀两斗 若违背誓言 就 就 爹爹必将死无权誓 炫姬 你要记得今日的事 记住你作为战神的使命 我知道了 若你日后再见到雨思凤 你当如何 我 使不量力 原来 原来你留下折断的银子 当真是要和我决定 我竟然还这么不知趣地 追来这里 什么人 我 从此一心斩妖出没 与雨思凤一刀两断 若你日后再见到雨思凤 你当如何 实不量力 神奇 既然你已经做了决定 我必不会叫你难做